各位投資朋友們大家午安 大家好我是任俊老師 歡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那今天各位投資朋友們最想問的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 昨天晚上包括美國稻窮指數的部分 它大漲了將近快500點對不對 那納斯達克的部分呢 它漲了287點 那漲幅高達2.15% 那飛城半導體呢 它大漲了2.21% 那為什麼今天台北股票市場 它反而早盤開高100點左右 然後尾盤又開始拉回到平盤附近做整理 那到底對於行情來講 我應該是要做多 我還是要去放空 其實基本上我認為 目前的台北股票市場 它就是處於一個大震盪整理的格局 所以我在早盤的時候 我也提醒各位投資朋友 這個是 這個美國股市大漲 你也不要太過於激動 真的不要太過於樂觀 因為美股反彈 雅股已經領先去做反應 台股適逢3月的台子期結算 所以表現它會相當的震盪 指數來到萬七之下呢 價值它相當的低估 可是你要注意哪一些機會點 你要去把握 包括烏克蘭重建的商機 它要維持節奏買拉回布局 所以其實台北股票市場來到萬七以下 有很多的標的它真的被低估得非常的嚴重 但是有一些標的我覺得它也是存在了一些風險 那我們必須往未來 我們必須往後面來去觀察 什麼樣的機會點它會發生 然後又有什麼樣的風險 我們必須要去避開 只要你能夠掌握這個區分 這個未來的一個狀況的區別 那我相信台北股票市場 還是可以取得一個長期 而且穩健的報酬率 所以呢 你看到現在的台股維持大震盪的格局 那前低它還是守住了嘛 那居然一萬六千七百點 它有強力的支撐力道存在 那我回撤的時候 我下去做布局反彈呢 我自然有錢可以轉 但是我們要了解就是說 哪一些機會點 是我們要去把握的 那這些股票 絕對不是已經漲到天上去的 而是大家還沒有看到的一個方向 那這個方向呢 當然我們先率先做布局啊 那以後就有人幫我們來去做一個 抬轎的一個動作嘛 那我目前觀察到 其實最有最有機會 而且是最大的商機 其實是在於所謂的 災後重建的一個題材 包括了你現在看到戰爭的問題對不對 那戰爭呢 它其實已經來到一個相對的一個末端了 包括整個俄羅斯的軍隊 它在基伏的北方都撤軍了嘛 那它現在把軍隊全部往到東方跟南方去的時候 準備要做最後的一個決戰的一個時刻 那不論最後的戰爭的結果會是如何 但是至少它已經把傷害呢 降低下來了 它已經把傷害降低下來 那你接下來呢 包括基伏北方的部分 它要開始去做重建 它要開始重新呢 再恢復它以前的這些基礎建設對不對 那一定會有一些重建的商機 重建的題材可以去做布局啊 所以呢 戰爭一開始的時候 當然會有一些損害 但是戰爭一旦結束了 包括有一些重建的商機 它就會啟動了 那這些商機目前為止 大家觀察到的人不多 那也因為觀察到的人不多 所以我們才有肉啊 我們才有機會可以去做一個布局啊 那不要小看這個商機喔 因為每一次喔 那種大災難之後的重建 那個幅度都是非常大的 那我們觀看烏克蘭這一次戰爭就好了 那這是今天經濟日報的新聞嘛 它講了一件事情喔 烏克蘭這一次的戰爭 有30%的基礎建設 基礎設施它遭到了摧毀 而且他們損失的金額 上看了1000億的美金 那我們想想看喔 1000億的美金就將近快 3兆元的台幣了 3兆元的台幣 那我現在呢 這些東西我都要重建嘛 那我在重建的話 是不是它就有需求 包括你要用到很多的鋼鐵 包括用到很多的水泥 包括很多原本啊 像被打掉的像這些通訊的設備 他們全部都要重建對不對 那這些重建呢 他們會做的更多 而且他會做的更好 他會大量的投資 來去做這樣子的建設 所以記者他們也預估一件事情 包括道路包括橋樑以及住宅 損害的資金金額高達1000億的美金 那重建呢 他就必須要花到5000億的美元 因為我的重建 他還需要人力 他還需要成本 所以他必須要花5000億的美金 也就是說將近快多少錢 5000億就等於將近快15兆的台幣啊 他要花這麼多的錢來去做一個重建 他要重新再去做這個所謂的基礎建設 那這些基礎建設一旦起來的時候啊 他還需要花費兩年的時間 來把它重建出來 也就是說整個商機 他至少要有兩年的時間 他才能夠把它消化完畢 但是他要做這些基礎建設的時候 你要有一些部分有一些產能 他已經被打掉了嘛 包括烏克蘭本身 他就已經是歐洲嘛 歐洲最大的鋼鐵生產國 很多的鐵礦砂 包括亞素鏈鋼廠 他們現在都被俄軍所占領 那你被俄軍所占領 你現在北方的基輔 你要做重建計畫 那你重建計畫 你所需要的鋼鐵沒辦法出來 那你只能從全世界去調貨 他也不可能 因為我的亞素鋼鐵沒出來 所以我的基礎建設就不做嘛 不可能啊 所以他要開始去建造 這些新的一個基礎設施的時候 他就必須從世界各地 來去調這個所謂的材料 那這些所謂的材料 台灣自然就會受賄 台灣自然就會受賄 所以我認為接下來戰爭 它進入到重建階段了 包括鋼鐵水泥 包括汽車消費性電子 這個一個一個會開始輪動 來去做表態 那我認為第一個要動的 叫做鋼鐵的一個族群 叫做鋼鐵的族群 那鋼鐵的族群它有一些特色 我認為它有幾個優勢 我可以提供給大家去做參考 第一個包括烏克蘭我剛剛講的 它原本是全歐洲第一大的鋼鐵生產國 但是它現在的產能已經被破壞掉 而且被破壞的產能將近30% 30% 那我這些產能它要重建 它不是一天兩天喔 我不是說我怕你趕快重建 我明天就會生出來喔 它也需要時間嘛 那我產能需要重建需要的時間 當然我的需求還是存在 那我的供給它跟不上來 那自然供需之間失衡 價格就會開始往上漲 這是我看到的第一個 第二個呢 國際原物料的價格還在持續往上飙 包括原油 包括其實鐵礦砂的部分 它們也還是往上漲啊 其實現在漲最兇的叫做鐵礦啊 鐵的價格因為電動車的需求 因為未來會有重建商機的需求 所以呢 這些鐵價一直維持在高檔盤旋 它怎麼樣都下不來啊 那如果我的價格再往上走 那同樣的我原本手上的原物料的庫存 它是不是就會有漲價的效益 那我一旦推升價格啊 我一旦開始漲價的時候 我的利差就會擴大 這是我看到的第二個機會 這是我看到第二個商機 第三個戰後重建跟戰時的需求 戰後重建不用講了 剛剛講的烏克蘭 他們光戰後重建 必須要花5000億的美金嘛 那可是在打仗的時候咧 一樣啊 它需要大量的砲彈啊 這些砲彈坦克 哪一個不是用鐵去做的 哪一個不是用鋼去做的 所以呢 在整個鋼鐵產業裡面 它區分成兩塊 一塊叫做所謂的碳鋼 那碳鋼的部分就是做所謂的 比較原始型的 比如像說鋼鐵 比如像說炮彈 還有坦克車 它用的就是所謂的那種 那種比較粗的鋼 就原始的鋼材 可是呢如果第二種的話 它叫做合金鋼 合金鋼的部分呢 就是包括了不鏽鋼類的東西 那它就必須要加入一些特殊的 比如像說鋰的原料 比如像說鋼的原料 然後做成那種不鏽鋼的材料 它能夠抗腐蝕 它能夠防腐鏽嘛 所以呢整個鋼鐵族群呢 會因為暫時的需求 跟戰後的重建 開始產生一個商機出來 那中國它現在呢 因為整個唐山發生了一些事情 包括唐山呢 它現在有確診人啊 它開始要去做封城 那你一旦封城 又變成對鋼鐵來講 又產生一個產能 減少的一個效應出來 所以整個全世界呢 我認為未來會缺 缺所謂的鋼鐵原料 缺得非常非常的嚴重 它會變成一個機會點 所以我之前在三年前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過 那時候我在做原物料族群 全世界都不知道 什麼叫做原物料會漲價 因為那時候沒有通膨 大家都活在所謂的 疫情的時代裡面 沒有通膨來臨的問題 但是我已經率先看到就是說 有一些價格 它已經開始產生上揚了 比如像鋼筋的價格 它開始翻上來了 有時候翻了兩成 翻了三成嘛 那這些需求來自於說 台灣內需裡面包括了 我們的基礎建設也要做 包括台積電它要建廠 它也需要 那這些內需帶動起來 價格就上來了 所以當時我跟大家談 我說有一些個股 比如像說威智 我當時在買威智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威智是做什麼的 可是資金的流向決定 未來行情的方向 金流占比呢 從原本的1000跳到750 排名開始往前跳 大量的資金來去做佈局 那你的獲利跟毛利都是年增一倍的情況下 我覺得當時11塊錢的股價真的太便宜了 真的太便宜了 所以我在買它11.8元下去做佈局 11.75元成交 沒有人知道威智是做什麼的 沒有人知道它是幹什麼的 可是當你開始漲的時候 大家都開始討論它了對不對 當天來到亮燈漲停 到11月16號第二根 然後到11月17號第三根 甚至到11月18號的時候第四根 到11月19號連續五根亮燈漲停 然後當你來到 當你來到亮燈漲停到第五根的時候 大家都瘋狂了 每一個人都要問說威智是什麼 威智是什麼 那我說威智它在做的東西 當時大家都不曉得 它就是做所謂的鋼筋 但是因為原物料上漲的關係 所以它的獲利跟毛利它年增了一倍 那不管它是做什麼 重點在於說 它的亮佔比出現了一個改變 這一根大量長紅棒出來 強勢股拉回 站在買方來去做切入 後面連續五天亮燈漲停辦 但是它也沒有只因為這樣子而停下來 中間經歷過一段震盪整理開始做休息 三角收斂形態做出來對不對 那你三角收斂形態做出來的時候 亮縮回檔繼續漲啊 那亮縮就是我一直常在講的 我一主力大戶他們在買股票 他不會天天買 當他買足了一部分的部位 他會讓他自然的來去做一個落底 那你在落底的過程 它就會產生一些訊號 比如像說亮縮 它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訊號 所以大漲上來它要帶亮 回撤的時候它走亮縮 亮縮回來均線向上 那當然就繼續漲啦 所以三角收斂形態做完之後 開始往上攻擊 來到21塊錢的時候 已經第八根亮燈漲停了 然後繼續漲上去 來到21號的時候 已經第九根亮燈漲停 到隔年1月4號已經第十根亮燈漲停 所以一路的漲上來 這樣波段的漲幅漲了149% 但是你要買在低檔啊 在他還沒有起漲之前 你就要預判到他會漲 你這樣做你才有辦法賺得到錢對不對 那我到29塊錢我們就換股啦 我們就開始往新的方向 包括在車用 包括在半導體的方向來去做佈局嘛 但是你如果在當時 我們買的點位夠低 買的位置夠低 就算你沒有賣啦 2028的位置 其實都比當時我賣掉的價錢 還要來得更高喔 43塊錢喔 那我現在會叫你買位置嗎 不會 因為它跟所謂的重建題材 跟烏克蘭的重建題材 它比較沒有關係 可是反過來呢 也因為這些重建題材的效應 我覺得未來有一些個股 它有可能複製威智這樣的模式 因為毛利跟獲利 都在往上去做跳升啊 那這些毛利跟獲利 會往上去做跳升 原因在哪裡 就我剛剛講的 鋼鐵的需求 供給跟需求之間 產生一個不一樣的狀態 它產生一個失衡的狀態 而這個失衡的狀態 就是支撐它骨架往上攻的一個動力了 所以這個是戰後重建的一個商機 我看到的一個這樣子的機會 所以有哪一些機會點 可能會取代過去的威智 可能會取代過去的海光 待會廣告回來 我們繼續再講 陳東東部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和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代盡一定代出 精選持股 持股其中 保證 代盡一定代出 陳東東部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代盡領先動心市場 穩健獲利 無往不利 陳東東部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陳東東部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和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代盡一定代出 精選持股 持股其中 保證 代盡一定代出 陳東東部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本營領先動心市場 穩健獲利 無往不利 陳東東部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外籍家庭看護工 受疫情影響無法來台 家庭照顧誰來分擔呢 新聘外籍家庭看護工 因疫情未能如期入境 或原聘外籍家庭看護工 回母國休假 未能返台 只要被照顧者 經縣市政府照管專員評估 屬長照需要等級 二級以上 就可申請使用各項長照服務 如有需要 可播1966長照專線申請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們 台股直播室的現場 我是任俊 在11點到11點半 陪大家一起看盤 那我剛剛跟大家聊的 就是一個 未來一個戰後重建的商機 那當然第一個 最有可能發生的 其實會是在鋼鐵的需求方面 因為它的供給跟需求之間 產生一個變化的幅度 它是比較大的 那我的變化幅度越大 當然它所產生的機會 它所產生的能量 它就會越強 但是鋼鐵這個產業 這個族群它區分的非常多塊 我們一定要把它切割出來 去做了解 那哪一些產品它現在正在漲價 那哪一些產品它沒有 這個就是一個操作上面 我們必須要去了解的一個方向 所以最近鋼鐵股 其實最強的就是這一檔股票 叫做華興對不對 今天又漲嘛 漲到44.5元 從第一檔上來到這一段的空間 大概漲了將近快40%的幅度 已經漲了45%的幅度 那資金已經開始下去做佈局 下去做切入 那資金在買的時候 包括4月13號 這跟量占比從30跳升到20 300跳升到20 大量的資金來去做佈局 有人在買 底部開始做起漲 當然就往上去做空間 那開始攻擊的時候 他們開始賺錢 他們就不會賣 就會一路的往上攻 一路的往上攻 然後到今天有沒有 到昨天亮燈漲停板 到今天還在創新高 那這些買的量 非常的非常的大喔 那居然我買的量這麼大 那同樣的啊 就我剛剛講的 這不就是威智剛開始 先連漲5天的那個翻版嗎 那如果我已經連漲5天了 我接下來呢 他會進入到量縮整理 走一個三角收斂型態出來 再繼續往上攻擊 那第二段的漲勢 其實不會輸給第一段喔 他不會輸給第一段喔 那我們就要來去思考啊 那你說華興為什麼可以這麼強 因為他手上有鎖礦嘛 那他手上的鎖礦 就是做所謂的不鏽鋼的東西 我的鋼鐵 我剛剛跟大家談說 鋼鐵的產品分為兩塊 一塊叫做所謂的碳鋼 它就是所謂粗鋼的部分 那另外呢 就是所謂的合金鋼 也就是說他的鋼除了他原本的材料 還加速加入了有一些金屬元素 包括了鎖啊 鋅啊 這些很特別的東西 那這些東西加進去之後 他可以放腐蝕蝕 然後可以防水嘛 所以呢現在漲的 華興他所漲的題材 就是這些不鏽鋼的東西 就是這些所謂的合金鋼的東西 那同樣的 你當你看到了 包括了華興在漲對不對 還有一檔股票1584有沒有 哇 金鋼今天也攻上亮燈漲停耶 那我們看看他是做什麼的 你從他的 他的產品線裡面你就知道啊 特殊合金素材有沒有 特殊合金素材 所以呢他就是所謂的做不鏽鋼 甚至有一些特殊的材料 下去做合金的一個產品 那這些就是所謂的鋼材的部分 合金鋼的部分 他開始做一個起漲了 他開始做一個啟動 所以從華興當中 我們可以帶出很多 包括同樣的族群裡面 你要知道他們的分類嘛 他們的類別在哪邊 所以包括張遠的部分 我昨天跟大家談嘛 戰後重建當中 像這種合金題材 不鏽鋼的題材 他也是未來的機會 未來的主流啊 那金流比呢 從500跳升到50喔 這以前大家都不要的股票耶 那為什麼開始有大量的資金 來去做佈局的一個動作 那我大量的錢再買 我拉回呢 回到月線的附近 不就是最好一個佈局的一個機會跟買點嗎 所以呢他一樣 他一樣瞅一個量縮回檔的模式啊 那威治當時一開始大量長宏拉出來 他走量縮回檔之後 一根長宏突破開始往上攻 所以我看到的未來 就是說如果他開始又出現大量長宏棒 他開始往上去做攻擊 他的下一波行情 他就要來了嘛 他就要來了嘛 那你這些條件都在啊 包括我剛剛講的鋼鐵的優勢 這些條件他都存在著嘛 那現在先漲的叫做所謂的 合金鋼材的部分 那張遠呢 他也是全台灣啊 第二大所謂做合金鋼材的一家廠商啊 包括華鑫他是第一大嘛 那接下來就是他了 接下來就是他了 所以呢包括剩餘鋼鐵的部分也是喔 他也是做合金鋼的喔 那最近也是開始有大量的資金 來去偷偷的佈局 金流比從700跳升到140啊 所以當我知道說 這股票有人在偷賣有沒有 偷買大量的資金來去做佈局 那他在做回測走量說 那原本這些買的人呢 他的想法是什麼 我是把他賣掉嗎 還是說我還是持有他 但是我讓他自然的來去做一個沉澱 自然來去做一個回穩 那如果我讓他自然回穩呢 那接下來他要開始 進入第二波攻擊的時候 那他這邊買這麼多喔 他這裡買了這麼多 他一旦開始往上貸喔 他開始往上去做攻擊的時候 我這個地方我全部才能夠賺錢對不對 所以當股價那做回檔有什麼關係 強勢股拉回站站買方來去做佈局的一個動作啊 所以包括這一些股票都是啊 這個金流比從原本的700跳升到70啊 那這邊都有大量的資金來去做一個佈局的動作 那你現在開始有大量的錢 大量的籌碼 開始去做供應了對不對 大量的資金開始去做切入 那你只要維持一個節奏感就好啦 就不要去做追加的動作 你要趁他回檔的時候來去做切入 這樣子的做法 向下空間有限 未來向上獲利才會無窮大 他才會無窮大 所以呢 資金開始去做一個移轉 我說有一些機會點 他是 大家還沒有預判到的 因為 現在大部分市場上的投資人 都還處於一種非常恐慌 大家都還在很怕 怕什麼 怕戰爭啊 怕疫情嘛 怕美國的升息啊 那如果你在都 你的操作上面一直都是這樣害怕的時候 那有一些機會點來了 說實在的 比如說華星跌下來了 你就不敢買了 那你不敢買 你就讓機會錯過掉了嘛 但是我們只要把握一個原則 我看到的商機是這個 現在大家都要害怕戰爭 可是呢 他們烏克蘭已經在做災後重建了 那我災後重建所帶動的需求 包括鋼鐵水泥汽車消費性電子 這些需求量 它是強的嘛 它是大的嘛 那我這些需求量 其中以鋼鐵的未來的優勢是最強的 包括烏克蘭的產能 它現在被破壞掉了 現在國際原物料的價格還在持續上漲 然後呢 還有戰後重建 那戰爭時期 我也需要大量的鋼鐵啊 那這些都是支撐所謂的鋼架 它可以維持在高檔一個重要的原因 那台灣它是這個商機 我們是吃得到的 而且以前沒有 但是未來會很多 它未來會很多 因為呢你看到烏克蘭 它現在光它的重建就好了 我現在呢所有30%的基礎建設 它被摧毀了 然後我損失了1000億美金喔 我講的是美金喔 未來重建它要需要5000億的美金 來去做重建 那你所消耗的所有的這些材料 這些所謂的 這些所謂的未來所要的用的原物料 是非常非常的可觀 那你烏克蘭包括俄羅斯 原本的鋼鐵產能都不見了啊 那你只能靠誰 只能靠亞洲國家來去做供應嘛 那台灣呢 自然相關的廠商它就會受惠啊 所以不要再一直悲觀下去了 我們要找到新的方向 這些災後重建的題材 你要趁著回黨的時候 來去做布局的一個動作 所以不曉得怎麼操作的 我建議你趁著廣告時間撥通電話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預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記者 李宁 cylinder 村子 那麼 snug 是的 我們明天再會 años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尽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贷尽一定贷出 成通图库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为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成通图库 值得托付